各位,裝好這個瓶子以後代表你在美國需要畢業了 回去都可以開年筆長 但是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要穿搭給各位 叫做與蟲共存的概念 這裡面因為要讓大家玩 所以我絕對不會做防蟲、防骨的任何主意 是關山正農會美國學校彭妍棒 我們在推動的是食農教育 以前的人買東西是要到市場上去跟種植的人 跟他對話 我看你老不老實 我跟你談話的過程中知道你的誠意夠不夠 你到底用什麼方式種植 我們用了解以後再用新換新的方式去買出健康的食物 可是現在的人被推到說 只要去認A4的那張認證 你要4張要1Q 我認為要推有機 應該要推的概念叫做 消費者必須接受不完美農產品 你願意接受不完美農產品 農夫幹嘛要噴農藥 農夫噴農藥只是因為 你不買我那個有蟲的菜 你不買我那個醜醜的菜 像我老婆今天採了很多的玉米 都被蟲咬過 她不敢拿去市場 害我吃的要死 她為什麼不試著說找回人的本訊 你去源頭找到你想要的 讓消費者跟生產者直接對話 如果你認為她是老實的 你認為她是成本的 我們再來 直接買 對不對 那你甚至可以不但買到健康 你可以買到很便宜的 我們要做的這個 大米小米打烈區 為的就是這個 把客人帶到產地去 看到他們的東西 跟他們採購 讓農民的尊嚴找回來 找回農民的尊嚴 叫做農民跟消費者的直接媒合 其實最根本的解決 還是大家必須先去瞭解 你吃的東西 我們大米小米打烈區以外 還有一個叫做 農村食材尋寶區 我們這個農村食材尋寶區 想要推的一個食農概念 叫做 從泥巴到嘴巴 實在問題的 食農教育不該只是從產地到產主 你更要去了解 它長在土裡面的樣貌 它應該呈現的樣子是什麼 我覺得很感動 就是他們很願意把他們自己的文化 不管是從就是 漢人的文化到 布農豬的小米文化 跟所有的人分享 然後也很詳細的教我們整個過程 所以我覺得 其實不但覺得收穫滿滿 就是學習到很多東西 而且我覺得他們很願意把自己的生活 也跟其他人分享 對 很多時候 我們是農業推廣教育中心 我們不是一個官方 我們不是在推農油 我們是在分享農村的生活給消費者 而是帶著消費者去看看產地到底是什麼樣子 你說小米有沒有有雞沒雞 小米種在那個山坡地上 根本 你哪有錢去噴農藥 幹嘛噴農藥 不用噴農藥的東西多的是啊 對不對 你只要弄對了 你看 我們原住民多天才 小米跟紅梨 在這裡應該是要混種的 為什麼要混種 小米 小鳥不吃紅梨 所以原住民就很天才地告訴小鳥說 這裡沒有小米 只有紅梨 所以種在一起的時候 紅梨長在上面 小米長在下面 他告訴小鳥說 你不要來 不要來這裡沒有小米 只有紅梨 你不吃的啦 欸 我們會用這個方法 可是很多人說 不行喔 你那小米要去認證 怎麼認 對不對 怎麼認證 所以 有時候很多的事情 你當你了解它的生產過程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有什麼需要認證的 我就直接給你買就好了 對不對 當你說 我一定要最漂亮的 我一定要最好的的時候 那你就算認證了 也不一定沒有那麼好 在這裡 紅梨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